男人刚回到教室 却发现客桌已被不良少年扔到窗外 灵桌的机密和太妹分别向男主发起了拼桌邀请 但男主却表示拒绝 只见他先是缓缓拉开窗户 紧接着下一秒 游逼 男人名叫版本 他作为班级中的装逼之王 无论遇到何种事件 他总能秀得让人头皮发麻 也正因如此 班里的女同学都对他仰慕不已 而黄毛却深感嫉妒 只因他认为自己才是班级中的Young Star 趁着男主回答问题 黄毛偷偷将椅子拿走 可下一秒 游逼 黄毛当然不会就此放弃 他将水龙头维修中的标签撕掉 随后躲在后方等待男主出仇 可下一秒 游逼 老师刚准备讲课 教室里就飞进来一只虎头疯 女生们疯狂向外逃窜 而男生却被集体关在教室 眼看危险愈发逼近 老师当即便命令学生将校服脱下 指引虎头疯会朝着黑色的移动物体攻击 可唯独男主丝毫不为所动 眼看虎头疯即将降落在头顶 只见男主先是甩了甩秀法 随后便拿起原规对其展开了击剑模式 班里的不良少年也看不下去 于是决定使出杀手锏 他们将男主诱骗到指定教室 于是在开门的一瞬间 男主就被拉了进去 而教室的门却被拖把意外锁住 几人决定扒光男主的衣服 将照片拍下发给全班女生 然而就在此时 房间后方意外起火 原来是刚才的烟头没有熄灭 正当几人决定跑路时 却发现教室的门已经紧闭 而唯一带手机的人手机也没电了 这下几人彻底猛了B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的男主自会出手 牛逼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看着男主毫无迷惘的眼神 三人当即便决定一起加入进来 楼上的噪音成功吸引到 楼下老师们的注意 随后老师及时赶到 然而就在他开门的瞬间 面对老师的责问 不良少年明显慌得一批 但男主非但没有告发 还主动将责任扛了下来 这个男人可真牛逼 只因他的同学 被不良少年勒索钱财 他就带着对方来到了歪当劳打工 牛逼 看到男主那帅气的脸庞 店主当即便决定让他负责收益 对此小胖很是无语 他认为与其为了不良少年打工 倒不如再找些理由管老妈要钱 然而就在此时 店里突然就开始忙了起来 更牛逼的是 排队的人全都是女顾客 牛逼 店长见状赶忙让小胖帮忙装手 虽然刚开始会有些手忙脚乱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小胖也逐渐适应了下来 此时就连店长也不禁感慨 这个时间段店里还是第一次爆满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逼王效应 而小胖也得到了久违的夸奖 他觉得这种打工的感觉貌似也不错 就这样持续干了两周半 转眼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小胖表示想用这笔钱做个离子汤 紧接着便询问男主打算做什么 男主一边换衣服一边思考了一会儿 最终竟决定只买个新的两脚器 同班的不良听闻男主在这里打工 于是前来捧个场 他选了一份巨无霸套餐 以及一份外加的特殊需求 牛逼 旁边的小胖见状也不禁乐开了话 然而就在此时 经常勒索他的两个不良也碰巧来到了这里 虽然小胖祈祷着千万别认出来 但还是失败了 两人命令小胖晚上小公园见 而他们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钱 小胖先是主动将钱递了上去 但他想起了近期打工的时光 紧接着又把钱收了回去 只因这是他辛苦打工赚来的钱 当然要由他自己来保护 两名不良对他拳脚相加 然而就在此时 男主及时赶到 原来他是来送东西的 刚才的套餐故意没有装西瓜和糖浆 只见男主先是用了一招瞬间移动 然后仅用两秒半的功夫 便闪现到二人申请 正为收银员的他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后续的收尾工作就只能靠后勤的小胖了 表面上看这对男女正相互对视 但实际上男人正透过女人的眼神 来抄写黑板上的知识点 这让作为斑花的小爱备受打击 只因熟练攻略男生的他 有着长达两年半的撩汗经验和技巧 因此他决定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男主拿下 第一步他决定入侵男主的私人空间 只见他先是将板凳放在对方左手边 至于为什么不是右手边 那是因为写字的手臂会成为阻挡两人的障碍 最后小爱不得不坐在了男主对面 第二步他决定直呼对方名字 以此来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感 可他却一时忘了男主的名字叫啥 于是他决定到处寻找线索 不料却屡屡碰笔 关键信息全都被挡住 第三步他决定效仿对方动作 以此来产生亲近感 可谁知他刚拿出铅笔 男主的手中立马变成了隔耻 游逼既然如此 小爱决定拿出他的撩汗杀手锏 自己竟然还不如一只狗 小爱彻底自闭了 这本书明明对攻略男生有着明显效果 可放在版本身上却一点用都没有 没错 小爱想利用吊桥效应 令双方心跳加速并产生恋爱的错觉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基尼和泰梅突然出现在门口 并表示他们也想参与进来 牛逼对此男主并不打算参与 而是决定坐山光辅动 随后三人便各自开始了表演 superintendent 在这里的人 有一个外食 ISO 这件事不知道 还是 S shaping 它 微行 由连出 由 开 hukukui orui ほら、Cockri-sanも違って 呼び じゃ、Cockri-san Kuronuma-sanは腹黒ですか? ね? 力強え! 呼び じゃあ次、Aina行きます コックリさん コックリさん 坂本君の好きな人は誰ですか 牛逼 金妮和太妹此事心里慌的一批 只因他们听说如果硬币中途落地 那么很可能会被狐仙诅 嫩だ 安娜怖い 助けて 坂本 牛逼 男主被附身了 小爱健壮赶忙向狐仙许愿 希望对方能够回去 但狐仙却表示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需在此地建立鸟居 行事随意但仅限20分钟 如果失败的话 就会写此生回归神山 于是三人当即便决定利用客桌 搭建一个简易版的鸟居 牛逼 如此细经让金妮彻底无语了 于是他决定和太妹一起合作不管小爱 一段时间过后 鸟居的轮廓逐渐浮现出来 然而就在此时 牛逼 大局已定 两分半后 鸟居搭建完成 正当三人询问狐仙是否满意时 牛逼 看到男主的附身顺利解除 三人终于放心了下来 也正是由于经历了此事 几人之间的关系竟意外地好了起来 那种评论 我明白 我明白 如果想要索实的情况下 我明白 如果肯定一切 我能够设定 自己的距离少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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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木材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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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纸巾不够用了 这是版本从天而降 为他呈上了备用厕纸 对此胖哥很是满意 只因这是他两天半前刚收服的小弟 任何事情交给他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不会做的 他会将皮鞋擦的增量 以至于能在地上滑冰 也能代替胖哥上课 成为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而胖哥要做的 仅仅是在有需要时吹一声口哨 牛逼这明明就是平白无奇的午餐面包 却让众人不禁怀念起了妈妈的味道 然而版本的朋友却认为他被欺负 毕竟这看起来就是个纯袍腿 但男主却表示正能锻炼忍耐力和洞察力 谈话间口哨声再次响起 胖哥表示想来点喝的 至于口味让男主看着他 只见男主来到贩卖机前 随便点了几个便宜的饮料 经过一顿专业的操作后 学校限定的原创饮料就诞生了 胖哥直呼牛逼 从此便赖上了男主 这天他运动服忘带了 于是管男主借来穿穿 但男主却亲自化身为裁缝师 在测量好相应的尺寸后 便脚踏缝纫机疯狂秀了一波操作 两分半后 一款私人高级定制款运动服就诞生了 牛逼 就这样又过了两周半 胖哥直接被养成了一头猪 学长健壮让他不要过度依赖别人 但谁能拒绝一个免费的工具人呢 不过很快他便觉得 每件事都一一吩咐也比较麻烦 于是他决定让版本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让他做上更舒适的生活为前提 想方设法为他进行服务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但胖哥的噩梦却从此开始 这天他刚准备回家 就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 而男主却在旁边用酒精灯烤鞋 只为加热到体感最适合的温度 胖哥认为男主脑子不太正常 于是将鞋子一脚踢飞 然而男主却无认为 胖哥是连穿鞋都嫌麻烦的 下一秒男主找来了手推车 牛逼 不久之后 胖哥来到一处仓库 他将大门堵死 紧接着便拨打了大哥的电话求助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男主已经从窗户进来了 不久之后的电话求助 牛逼第二天其他不良惊讶地发现 胖哥竟然亲自来买面包 至于男主 当然是被胖哥解雇了 不过他正在思考其中的理由 是不是自己五应不全导致的 女人每次开门前 小胖都会让同学钻进床底 只因他的妈妈爱上了版本 而原因也十分诈利 两周半前的期中考试 版本的成绩苛刻满分 反观小胖这边却十分不妙 甚至还可能有流济的风险 于是他跪下请求版本 希望能成为他的家家 版本当然没有拒绝 殊不知噩梦即将开始 初次见面时 妈妈就被对方那帅气的外表所吸引 而版本也为妈妈准备了礼物 于是从此阿珍便爱上了阿强 他不仅时刻粘在版本身边 还时不时拍张照片留念 牛逼 于是小胖为了防止版本成为他的爸爸 每次补课妈妈来敲门时 他都让版本钻进床底 然而这天意外还是到来了 小胖把教科书忘在学校了 因此他要出去一趟 临走前他把备用积交给版本 如果有事可以电话联系 然而妈妈此时却发现了异常 那就是鞋柜里有一双没见过的皮型 牛逼就这样 版本和妈妈开启了躲猫猫模式 这感觉像急了我玩生化危机时的样子 牛逼 这时遇事传来了声音 妈妈赶紧跑过去 但却什么都没发现 殊不知版本是个躲猫猫高手 然而就在此时 牛逼纵使妆容淡化 妈妈也绝不放弃 只因他发现了地上的脚印 于是一路沿着走到阳台 但等待他的只是毛巾连成的绳索 他以为版本逃走了 殊不知对方此时就在他的身后 妈妈失落地回到房间 他想拿出光盘看看 严情剧平复一下心情 里面的男主角跟版本甚是相似 女主却像是妈妈小时候的样子 两人离别的场面 令他感同身受 而旁边的版本似乎略有所思 此时小胖这边正拼命往家赶 只因他刚刚在电话里 听到了妈妈的叫声 他可不想明天管版本叫爸爸 严情剧结束了 然而正当妈妈拿出光盘 准备做晚饭时 版本突然出现在身后 并表示有话要说 然而下一秒 坂本君 坂本君 牛逼尽管妈妈暂时无法接受 但最终他还是认清了现实 而版本始终在电视后方沉默不语 从那之后小胖就和版本去图书馆复习了 男人为了装逼 每天都要掐点进入校门 对此老师发誓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他拦下 只见版本一边抱着竹竿 一边剑步如飞地朝着这里赶 老师的头脑飞速运转 他认为对方一定会借助撑端跳进 可谁知下一秒 牛逼原来是虚晃一枪 对此老师陷入了深深的自闭 但下一秒他就想到一个好主意 既然之前都是被动防守 那么接下来不如主动出击 毕竟对方只不过是一届学生 总会有违反校规的时候 这时老师发现了版本 和他一起的还有不良三人组 老师悄悄躲在后方 近代时机出现 不一会儿一团烟雾就飘了起来 老师见状飞奔而去 可下一秒 牛逼自闭的老师回到教室 他发现版本正在玩弄扫把 然而就在他刚想批评时 旁边的女同学一把将其拦下 原来只有版本才会打扫 较为麻烦的天花板 就连散落下来的灰尘 他都能完美避开 牛逼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败者时辰 夏捷克轮到了版本所在班级 老师发誓一定要找到机会骂他 然而让他吃惊的事 这节课竟然异常安静 平时经常捣蛋的不良少年 今天却像是变了一个人 反观我们的版本 不但将课桌打扮成餐桌 而且还端出来一碗米饭 虽说只要将饭吃下去 老师的机会就来了 可勺子刚到嘴边 版本就停了下来 老师无奈继续讲课 牛逼 老师继续讲课 下一秒版本还是将饭吃了下去 老师终于找到了机会 于是让版本去走廊罚站 大仇终于得报 老师不禁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 只因他怀疑版本是否有在好好反省 于是他决定前去查探 牛逼 学校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广播播报某件教室发生了火灾 版本在后方维持队形 老师属人时发现少了一个人 原来是不良三人组的老大不见了 版本二话没说就朝着楼里跑去 只见他先是用水灌盖身体 随后用手绢无好口笔 这时不良刚从厕所出来 就看到了全校师生都在操场上 然而就在他一脸猛逼的时候 版本正化身为伏地魔 慢慢朝着前方靠近 不良被吓得不轻 但版本表示逃出去再详细解释 他将毛毯和绳子连在一起 然后将不良慢慢送到楼下 就在全校师生都在为版本担心时 奇奇 火事場の無重力 もう 若干くってた ドキドキさせんなよ 表面上看男人像是在坐电梯 但实际上他却在优雅地装着逼 男人名叫版本 如果装逼借有段位 那么他一定是最强王者 这节课是料理课 能和版本分到一个组 两名女同学就像是在做梦一般 然而就在他们处理食材时 却发现里面竟然有条鼻涕虫 女同学见状被吓得纷纷逃走 反观版本却一场冷静 只见他先是在上面撒上胡椒粉 随后再来上一丢丢砂糖 鼻涕虫瞬间变成了一道精美的料理 牛逼 下节课是美术课 老师让同学们两人一组 互相画对方的肖像画 随着开始指令的发出 全版女生均朝着版本的方向飞奔而去 然而就在此时 牛逼 别人眼里的版本高大威猛 小胖眼里的自己玉树临风 而版本眼里的小爱则是 牛逼 小爱瞬间陷入了深深的自闭 但其他女同学见状却均表示可爱 原来小爱看到的画师造像 只要将画纸旋转过来 牛逼 教练我也想学 不久之后暑假如期而止 库梁三人组挖了的陷阱 随后躲在后方等待别人出丑 这时版本一边拿着熊龙齿 一边朝着这里走来 牛逼 然而就在三人准备前去查看时 版本竟突然消失不见 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天半 老大终于坐不住了 他决定挨个找人问一问 毕竟大热天还穿校服的肯定只有他了 这时一名眼镜男表示见到过 他看到版本在天桥上滑行 起初他还以为是装了电梯 殊不知对方只是在装逼 不过那已经是四天前的事情了 随后不良又问了几个人 超市里白条吃喝的版本 打水漂炸鱼的版本 修理悄悄版的版本 给黑猫让路的版本 打地鼠机器前演奏肖邦的版本 他仿佛无处不在 却又无影无踪 这时一名小孩跳进了洞里 然而就在他爬出来时 三人发现坑的下方竟然别有洞天 并且旁边还掉落着版本的一口 下一秒一口不小心掉了下去 但不良却没有听到一口触底的声音 于是他不禁怀疑起来 莫非版本已经将地球挖穿 去到了地球的另一侧 牛逼 老大二话没说就要跳下去找版本 即便会被地漫烧成渣 他也要追随版本的背影 牛逼 此时另一边 版本正在干洗店取回校服 原来暑假期间 他一直都在进行社会实践 八丁 来吧 对 大丈夫 不好 确实的事 反正你这么浅了 对 那是 那么浓室的推动 是否 是否 昨天 我感到我深刻的印象 你 你 太阳 坂本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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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只是被不良少年要求赏个脸 不料却意外觉醒了坐标之力 牛逼不良的头脑飞速运转 或许刚刚的头垂 其实就是某种攻击的信号 而整个班级早已被眼睛难掌控 对此他一拳将黏土打烂 随后再将其踩在脚下 男人名叫版本 哪里有女人的尖叫声 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 而这一幕也刚好被8823学长看到 他认出了眼镜男是胖哥的小弟 可以想到曾经被版本支配的恐惧 胖哥竟不自觉呕吐了起来 同时他劝学长默要深入调查 否则定会后悔 但这话反而勾起了学长对眼镜男的兴趣 随后便来到版本所在班级 示意对方赏个脸出去一下 对此版本只是拿出了一块粘筒 随后便出现了开头的内容 8823表示放学后小和边界 版本当然不会去 毕竟今天刚好轮到他职业 门外偷听的小弟顿时猛逸 既然不来 那就由他们替对方创造理由 趁着版本换鞋的功夫 小弟偷偷将鞋子拿走 同时还在地上留下了相关信息 可版本丝毫没有在意 甚至在袜子上挽起了涂鸦 牛逼 对此小弟们也是无语了 下一步他们将版本的尺子偷走 想要阻碍对方帮助女同学贴海报 然而这时平头老实路过 刚好被版本当成了工具人 牛逼 小弟们见状决定使出杀手锦 他们将目标瞄准了对方的真实之人 不一会儿版本发现 值日的小胖不见了踪影 然而当他找到对方时 却发现小胖突然变成了光头 同时上面还留下了8823的信息 版本见状立刻将塑料袋 撕成头发的样子 并承诺会夺回他的个性 版本来到小河边 慢慢接下了封印 这也让8823嗅到了一丝威胁 就在他刚要动手时 附近的警察完美将其打乱 只因单挑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 版本解释他们只是在玩推手平衡游戏 只要对方的脚移动了就算 可谁知警察听后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选择留下来观战 双方战斗一触即发 表面上版本是要强推对方 但实际上却是虚晃一枪 还好学长及时将自己拉了回来 随后便摆出了他最为拿手的拳击架势 下一秒便朝着对方疯狂进攻 凭借着一招八卦回天 成功将重心调整了回来 二人的战斗也逐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就连老天爷看了都不禁笑出了眼泪 眼看两人迟迟未分胜负 小弟们决定不讲武德上去偷袭 却被8823直接拦下 只因与其用卑劣的手段赢得胜利 不如直接站在这里原地去世 版本也觉得是时候结束 于是他决定放出自己的必杀戟 看到版本笔直的像根天线 警察认为对方莫非要召唤雷电的力量 小弟们让学长离他远点 但8823却丝毫不为所动 看着二人即将同归于尽 小弟们决定摊牌 是他们夺走了版本最重要的东西 然而就是这句话 让学长不禁愣住了两秒半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自己竟已经坐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 牛逼 学长知道了真相后 当即便要带着小弟 去对方家中负金请罪 对此他们还买了两斤半的海带 希望小胖的头发能快点长出来 或许是淋雨着凉的缘故 第二天的版本似乎有些小感冒 可这并不会妨碍他装逼 确认发烧后 保健室的老师刚想给他检查下身体 却发现对方亮亮呛呛地去了别处 只见版本从冰箱中拿出了一样东西 紧接着下一秒 三个小学生打赌踢小石子回家 横冲直撞的行为让其他同学感到不满 突然一旁的高中生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他不仅靠着蛇皮走位自由穿梭在人群之间 还能稳定控制石子的坐标向险 然而位于中间的小帅却不太服气 于是他便自信模仿起来 不料下一秒石子却掉入河里 原来这一片被他们称为危险区域 想要突破至少还需练上个两年半 接着三人将目光投向了刚才的高中生 本以为对方也会失败 可下一秒 牛逼 大佬的专属通道就是不一般 这让他们意识到了小学生和高中生之间的差距 同时也让小帅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第二天他们决定挑战绝不踏出白线范围 突然间一阵腰风吹过 使得后方成员险些失败 小帅刚想嘲讽 却发现前方正是昨天那个高中生 他发誓今天定要一雪前耻 于是赶忙让后面的小弟们跟上 就这样四人间的较量正式开始 像极了我家WiFi信号满格的样子 见到前方有一小火栏路 小帅投来了担心的目光 不料版本只是提醒了下对方鞋大开了 便轻松度过了此次危机 牛逼四人穿越大街小巷 无视旁人目光 知道的是在一带一路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拐卖而同 转眼间便到了黄昏时分 几人突然停了下来 前方断裂的白线 仿佛象征着旅途走到了终点 然而小帅可不这么认为 只要跳到那边的亭下标示即可 但那里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实在过于遥远 版本听后稍作思考 随后将一桶卷脂递给小帅 以此来作为本次旅程的鉴别之旅 可对方非但没有接受 反而将其狠狠打飞 好吗 快快大起来 快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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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在黄昏的照耀下 几人的脸上再次写满了自信 他们的旅途也将继续进行 不久之后 几人终于来到了本次旅途的终点 原来版本要去超市里参加冷餐派对 只见他一边向三人解释 一边将刚才的纸巾回收 然而就在此时 几人看书都用手 而他却依靠替身使者 男人名叫版本 哪里有女人的尖叫声 哪里就有他的声音 而班长小慧也是众多迷妹中的一员 但他却有个不为人知的癖好 那就是偷偷将版本的帅照拍下 随后再将其喜出慢慢欣赏 然而这次的照片却有些不太寻常 里面每一张都有女鬼的声音 再加上最近恐怖故事 在班里特别流行 于是为了版本的安全着想 他决定将此事告知对方 可花刚到嘴边 却又咽了回去 毕竟要是让版本看到照片 他偷拍的行为就会暴露无影 同时也并会遭到对方讨厌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推车突然动了起来 笔直朝着版本的方向撞去 牛逼 是在下输了 不过经此一事 让班长更加确信了女鬼的存在 于是他谎称自己在做问卷调查 询问版本最近身边有没有发生怪事 却没想到对方只是在关心小胖的头发 突然旁边的洗手池传来了声响 本以为是有人忘了关水龙头 却没想到池子里充满了女人的秀发 班长见状大惊失色 反观版本却一场冷静 只见他先是将头发取出 接着头也不回地朝着前方跑去 班长紧跟其后 然而下一秒 牛逼班长陷入了深深的自闭 但很快他就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将此事告诉了版本的朋友小胖 活不其然对方也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其中最奇怪的 莫过于版本无需用手翻页便掌握了量子速度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替身攻击 不过比起这些 小胖还是希望他能将事实亲口告诉版本 失落的班长刚走出教学楼 就发现了版本正在玩屁股相托 如此美丽的风景线 当然要开启连拍模式拍照留念 看到班花小爱主动给喜欢的男生第十五 而他却只能躲在角落暗中观察 班长突然意识到 或许自己和那个女鬼没什么两样 看着刚才拍到的照片 虽然女鬼的身影依旧存在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对方的口型似乎在传递着什么话一样 他只是试着读了出来 下一秒便疯狂跑向便利店 接着将照片洗出 直奔版本跑去 对此版本并没有说话 而是推了一下眼睛 这时班长意识到 自己仿佛在进行着令人作文告白 然而面对班长的解释 版本依旧没有回应 而是让对方来打印谁 他 忽然间一阵凉风吹来 复印的照片在空中飞舞 好像是风的作曲 连同小胖的头发一起 吹向了不为人知的地方 从那以后 班长再也没有拍到过那个幽灵 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通往成年世界的大门 身为未成年的不良警是轻微触碰 不料竟遭到了强大力量的反噬 然而就在他们濒临放弃时 一股熟悉的B王气息扑灭而来 三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们提前将版本要选的蝶片拿走 以此来作为交易的筹码 同时还为他准备了通讯设备 以及一张成年人的会员卡 对此版本非但没有拒绝 反而还将其当作装逼前的热身运动 可要想成功潜入也并非一时 首先要在不被人发现的前提下迅速进入倒年 然而版本仅是绕着架子不断走路 便让角落中的三人大惊失色 原来他是想通过转圈来产生高速气流 如此一来门帘便会出现缝隙 带到几人回过神时 版本却早已不见踪影 小红帽见状直呼牛逼 不过接下来等了许久也没见对方出来 就在几人惶恐不安时 熟悉的气味再次迎面而来 牛逼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避开潜伏在这层的三名同班同学 其中日韩区一位 欧美区一位 国产区一位 因此版本需要按照不良规划的指定路线 穿过重重障碍直达柜台 作为全班公认的装逼之王 这点程度当然难不倒他 不到两秒半的功夫便轻松绕过两名同学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就要出意外了 只因小胖的妈妈竟然出现在寒流区 就算身为逼王的她也不得不被迫改变路线 不良的见状瞬间猛逼 好多的 好多的 看着 教设 好多的 那我们的天气 今天很好的天气 今天很好的天气 什么 我说了吗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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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 教练我也想学 趁着三人谈话的功夫 版本果断将叠片拿起 迅速逃离了此处 接下来便是最后起最难的一道关卡 那就是假扮成成年人的样子 对此版本只是拿出了水笔在手上写着什么 小红帽看到收银员是个新人 开心的像个200斤的孩子 可当时机轮到了版本时 店员突然换了一个人 原来版本的举动早就让他觉得不太对劲 再加上对方买的是成人学习资料 因此老板决定试探出他的真实年龄 牛逼 老板当然不会放弃 他决定看下版本的会员卡 得知对方的年龄是27岁后 老板决定乘胜追击 牛逼 版本的一系列操作 直接让老板的小脑萎缩 到底是有钱的高中生 还是长相年轻的都市白领 看着老板近乎崩溃的样子 版本决定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牛逼 就这样几人终于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 为了庆祝事情圆满结束 小红帽还邀请版本去他家开鉴赏会 然而版本只是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小红帽健壮突然毛色顿开 难道就连B王都未曾踏过这等领域 那么五等凡人擅入定会死无全尸 于是转眼便将全部蝶片倒入回收项内 这个面包被人提前做了手脚 目的是让眼镜男在妹子面前出丑 伴随着一声发令枪响 版本的位置遥遥领先 可当他咬住袋子时 面包却没有掉下来 一旁的小迷妹们赶忙捂住眼睛 毕竟他们可不想看到男神的丑态 但下一秒 版本的身体竟高速旋转起来 而这刚好也唤醒了老师沉睡多年的记忆 那是当年在亚马逊巡航时遇到的 鳄鱼将猎物撕碎时所展现的大招 俗称死亡翻滚 率先突围的版本朝着前方跑去 不料下一秒却在中途停了下来 看着其他人狼狈不堪的样子 他决定将手中的面包分给其他选手 牛逼 这天是学校举行运动会的日子 也是获得优先择偶权的最佳时机 为了不让版本抢走全部的风头 黄毛决定联合班里男生一起让版本出丑 第一项比赛是养面包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内幕 接下来的比赛是男子团体操 同时也是让版本公开处刑的好机会 只见男生的身体们不断摇晃的 为的就是将版本甩下去 旁边的小迷妹们投来了担心的目光 反观版本却一场冷静 牛逼 年轻的妹子都被他聊了过去 留给其他人的却只剩下长辈 男生们瞬间开启了自闭模式 而黄毛却信心满满的样子 因为接下来的比赛是男女混合接力 而他作为最后一棒乃是最终防线 由于版本的下一棒是巴木同学 因此斑花小爱特别羡慕对方 同时提醒他千万不要拖版本的后头 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刚接到棒的版本突然摔倒在地 原来黄毛刚刚将他的鞋带绑在了一起 对此版本只是略微调整了下姿势 便让老师再次想起了 当年在非洲远征市看到的一幕 没错 是猎豹 或许是对于极之堂江的渴望 没过多久版本就冲到了第一名 而且还将其他选手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当两人交棒的瞬间 巴木却因棒上的唾液没有抓稳 甚至当场摔倒在地 面对众人的谩骂和嘲讽 巴木仍旧选择坚持跑完全程 虽然这场比赛输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当黄毛看到巴木脸上的表情时 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只见黄毛先是将衣服套在头上 随后露出了他那性感的啤酒 或许在别人眼中他只是个小丑 但我却敬他是条汉 就这样在全校失声的瞩目下 黄毛慢慢卸下所有衣物考完的全场 而这也成功将众人的怨气 从巴木转移到他的身上 所有人都在背后责骂黄毛 但版本却将他称之为大度男的英雄 黄毛听后乱了一下 回过神时却发现对方早已不见踪影 黄毛是年少 是他的秀 白月光在照耀 你曾想起他的后 至少只酒难消 你是否能知道 黄毛是年少 你独自已永远安掉 白月光是年少 半个女生只是做了个UFO手电筒 不料却遭到了女同学的尬笑 以及男同学的冷嘲热谱 甚至连男神都把他的作品当成了帽子 就在气氛尴尬到几点时 只见版本将气球反复摩擦 紧接着便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牛逼明天是举行文化祭的日子 可班里的同学却丝毫没有干净 毕竟一年级的活动仅限班级展示 而单纯的气球展览又太过无聊 这让身为班长的小慧很是为难 于是他决定以身作则尝试创新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之后两人也因不干活被赶了出来 然而就在他俩愤恨不平时 一名陌生男子只是和他们稍微搭了搭话 便轻松拿捏了二人的心理 原来男人名叫深赖 他作为留级多年的不了 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将学校里风云人物的存在抹杀掉 为了获得版本的相关情报 就连8823的鼻子也被他留下了疤痕 在深赖潜意识的诱导下 两人当天回到班级将气球全部扎破 等到次日再买些新的回来充当好人 反观我们的版本却莫名悲哭 成为了昨天唯一不在场的嫌疑人 然而面对同学们的质疑 版本并没有选择便捷 而是转头离开了教室 就在两人以为奸计得逞时 下一秒门后传来了女生的声音 女生承认完成后的展品是他弄坏的 但中分头却站出来表示对方不可能是犯人 只因当时的展品根本没有完成 这时同学的目光全部投向两人 毕竟昨天他俩走得最早 根本不可能知道展品没完成 眼看事情败露 中分头愤怒地将大门拉开 牛逼 走投无路的二人准备与死网破 他们将最后的展示品作为人质 对此版本只是随手捡起了气球 然后揉搓成手枪的样子 起初两人还以为版本是在搞笑 殊不知下一秒气球竟然真的破裂开来 就在两人以为是巧合时 剩余的气球也开始逐渐破裂 猛逼的中分头向着旁边躲去 不料一道强光闪到了他的眼睛 原来版本利用了小胖的镜子与阳光的反射 虽然两人坦白 他们是遭到一位男生指示才行动的 但班里的同学根本无法相信他们 眼看文化季即将开始 望着仅剩的三个气球 班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而版本却表示有一个好主意 只见他先是把不良们聚在一起 接着放出剩余的气球当作宣传 烫手全靠颠 而他却凭借技巧遥遥领先 男人名叫版本 哪里有女人的尖叫声 哪里就有他的声音 女孩只是不小心碰掉了橡皮 却被版本一把抓在手心 本以为对方会立刻还给自己 不料版本却将橡皮疯狂摩擦 女孩一脸猛逼 可当对方将橡皮扔回时 牛逼原来那天是入学考试 寒冷和紧张的双重夹击下 让他的手颤抖个不停 而变暖的橡皮 不仅温暖了他当时冻僵的双手 而且也成为了他美好的回忆 一旁的金妮和太妹听后甚是羡慕 于是他们也开始回忆起 和版本初次相遇的场景 首先是金妮 开学当天雨伞就被大风吹得翻了过去 这无疑给他期待的高中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的版本 虽然他的伞早就翻了过去 但那摇晃的红酒杯 不禁想让人成为他的王妃 牛逼最后轮到了太妹 开学前一天领教科书时 全班就他忘了带手提袋 正当他捧在手里往回走时 却不小心撞到了前方的版本 本以为教科书定会洒落一顶 但映入眼帘的却是教科书式公主帽 牛逼虽然表面上三人互相羡慕 但心里却都认为自己的相遇才是最美好的 然而就在这时 版本和小胖刚好路过此处 而这里也让小胖想起了初见版本时的回忆 当时他无名纸上的窗壳贴 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 版本不仅帮他捡了钱 还在对面的那棵树下帮他重新带了上去 这位老师正在训斥跑步慢的学生 突然一名男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因对方竟然跑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老师本想训斥他的装逼行为 但奈何版本又是班里跑得最快的 然而让他更为震惊的是 既然有人能够追上他的步伐 老师觉得今天的小胖有些不可思议 殊不知对方并不是本人 而是小胖的妈妈 牛逼 原来今天小胖由于发烧卧床不起 虽然妈妈嘴上说着帮他请假 但实际上却穿上了他的校服替他上去 而目的当然是为了见到版本君 看到对方从自己眼前走过 妈妈的瞳孔突然紧缩 接着手掌按耐不住地朝着版本伸去 但最终理性战胜了他的欲望 因为今天他要以小胖的身份度过 料理客上 老师教大家制作味增汤 只见版本把豆腐当作了魔方 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而妈妈作为多年的家庭主妇 料理的功底当然也不输给任何人 这时版本过来准备浅尝一下 不出所料味道好极了 版本打算让小胖也试试 眼看间接接吻的机会就在眼前 可当他准备品尝时 牛逼妈妈再次忍住了 因为现在的他和版本只是朋友 下节课是体育课 男生都在教室里换衣服 为了避免暴力 妈妈准备去厕所 可就在他刚要出门时 却听到男生正在讨论版本的附近 牛逼 理性再次获得了胜利 体育课上 版本跑出了人类进化室 而妈妈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不料直接摔了个狗尸时 连同版本曾送给他的贝壳也被压碎 版本见状想要将他扶起 但被妈妈拒绝了 因为对方眼神中映出的并不是他 而是小胖 这时旁边传来了同学的声音 表示今天的小胖胸部晃动的厉害 而版本则在地上发现了碎裂的贝壳 回到班级后的妈妈刚准备换衣服 就看到班里的男生也陆续回来了 他们特别喜欢看女生跑步 原因大家懂得都懂 黄毛的欧派已经被他摸腻了 于是他把目标定在了小胖身上 此时的妈妈不知所措 然而当他看到版本的身影时 便决定放弃挣扎 可下一秒 牛逼 牛逼 眼前的光景 不禁让妈妈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那是小胖刚出生的时候 作为一名家庭主妇 他让爸爸多陪陪孩子 他为了生活骑车买菜 他替闯祸的孩子求情 他为爸爸准备好早餐 他送孩子去学校 或许他和全天下的妈妈一样 平凡而又伟大 这一刻 妈妈终于找回了自我 她不再是那个偏执的妇女 而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临走前 版本叫住了她 这个男人 就俘获了妹子的芳心 为了妨碍他装逼 地旁的大帅谎称 按错键关掉了伴奏 对此小帅顿时失去了兴致 可众人却发现音乐并没有结束 而是从其他地方传了过来 牛逼 原来这两个男生被朋友放了鸽子 表面上他们想邀请版本 参加社交派对 实际上却是为了衬托自己方便撩妹 殊不知论装逼技巧 对方可是人类之嘴 联谊会上小帅决定率先出击 他表示自己的梦想是开店当老板 而大帅则是紫成副业 当一名牙医 妹子们听后均佩服二人的深谋远虑 可当他们询问起版本的梦想时 版本却表示将来想进美国NASA 只因他想赶在地球灭亡之前 找到其他适合居住的星球 牛逼看到气氛都被版本一人抢走 小帅决定通过惩罚游戏 岔开话题 被河马咬到的人要自爆S还是M 三个妹子的运气都还不错 可当轮到版本时却被一击命中 然而望着眼前的河马 版本静不自觉开始抚摸起来 牛逼小帅顿时不淡定了 他决定提前使用自己的杀手锏 伴随着一道优美的歌声响起 妹子们的注意力瞬间转移到了小帅的身上 大帅虽然很不甘心 但至今还没有妹子不被他的歌声所俘虏 于是他决定不讲武德 谎称暗错停掉了伴奏 随后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对此大帅和小帅瞬间达成共识 两人决定共同对付眼前的敌人 只见他们给所有人都点了一杯鸡尾酒 可唯独版本那杯是肥宅快乐水 接着大帅忽悠他将其一口喝光 如此一来唱歌过程中就必会打嗝 可逼往哪里是一般人 刚一开口便让妹子直呼牛逼 熟练的德语不仅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还让人感受到了强大的气势 妹子们均被其牢牢吸引 而小帅则是盼望着对方打嗝的那一刻 殊不知门外的危险已经愈发逼近 叫什么 再次准备取兼人 弄 yourself 恨好 来 来 面上男人正在吃饭 但实际背后操作的却另有其人 如此一来 即使不懂餐桌里面 也能在贵妇面前装成大少爷的样子 父亲本以为就此找到了后妈 却不曾想对面竟是仙人跳 为了将不良少年的身份隐藏到 两人决定互换位置 混混就交给擅长打架的黄毛来处理 而眼镜男只负责装逼即可 牛逼 不良的老大 但法国料理这种事与他根本无缘 因此他不惜给学弟下轨 也要学习上流社会的社交理 版本当然没有拒绝 他只是让对方准备好一件超大号的西装 接着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虽然吃相方面顺利得到了贵妇的肯定 但不协调的身材 还是让对方产生了怀疑 这时猪对有老爸说漏嘴 表示儿子经常打架 文言贵妇也是一脸猛逼 就在事情即将败露时 版本却在桌下挽起了餐巾 牛逼 牛逼 不知道这算不算米奇与达利的彩蛋 随后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坊 法国蜗牛8823看了只摇头 只因在他看来这就不是给人吃的 一旁的贵妇头来了奇怪的目光 对此版本赶忙将蜗牛摆成潮痕的形状 成功让8823的意志得到了大幅度加成 眼看用餐接近尾声 不料法国大厨竟亲自前来询问味道如何 这时贵妇示意对方用法语回答 牛逼 整场下来贵妇十分满意 他决定和父亲进一步深入交流 版本和8823见状决定先行离去 可就在他俩回去的路上 却遇到父亲二人被一群混混盯上了 为了避免不良的身份暴露 两人互换了位置 分分钟便教混混们做人 然而父亲却一脸慌张地跑到版本背后 并表示对方是仙人跳 尽管他已经向贵妇坦白了一切 但一想到那皇帝气场般的儿子 贵妇怎么也不肯相信 两人交谈之余 后方的混混再次站了起来 就在他不讲伍德背后偷袭时 8823直接用手背硬扛了下来 昔々 あるところに家族思いの少年がいました 何だよ突然 彼は 家族のために 慣れないフランス料理店に赴きました しかし 彼にとって初めての高級食材の数々は 共一連続で フランス料理への交代を持たない彼の体は その場 突然変異を引き起こしました そう 見れば無残 こんな体 わ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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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发现食堂大妈的面条卖得不好 于是他趁着上课回答问题的间隙 将面条的形状绘画到肉眼无法捕捉的地步 趁着大家都没反应过来时 再将其擦掉书写出正确答案 而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0.3秒 接下来的体育课上 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勾勒出面条的残影在将其蹭掉 搞得老师还以为今早期猛了 就算是在浇花时 他也不忘给小迷妹们秀上一波操作 结果到了第二天 大妈面条的生意竟立刻火爆起来 牛逼 转眼间便来到了冬天 得知版本是第一次看到雪石 小红帽决定将玩雪的精髓传授给他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雪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这样就能让看见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版本却走到刚才小红帽的位置 直接对着痕迹压了上去 不良门见状也是一脸猛力 只因这是著名画家达芬奇的杰作 而这也让小红帽略显尴尬 于是他决定教对方堆雪人来找回面子 可版本总觉得平衡性差了点 转眼见一个九头深的雪人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对此小红帽陷入了深深的自闭 他本想通过教版本不会的东西 以此来获得对方认可 却没想到版本总是那么牛逼 这是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原来是不良理的终极爆身赖 他指使小红帽和版本打雪仗 只要单挑赢了就能获得认可 版本当然没有拒绝 可无论小红帽如何进攻 版本都能靠着蛇皮走位完美闪避 而当小红帽转为防守时 对面加特林班的射击也让他毫无办法 两人的战斗也因此进入胶着状态 寒冷的天气让小红帽的肚子剧痛不已 反观对面却跟没事人一样 这时他发现版本貌似在雪球里包了什么东西 当雪球滚过来时 表面竟开始逐渐融化 直觉告诉他里面装的是火药 与其待在这里被炸得粉身碎火 倒不如冲出去和对方殊死一搏 不料却被版本一击秒杀 然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击中的腹部竟传来了一股暖流 仔细一看竟然是暖宝宝 牛逼得知真相的小红帽心里五味杂陈 他决定今天一个人回家 还发现雨伞被同学摆放的乱七八糟 正当他想收拾整齐时 版本刚好出现在他身后 仅仅过去了两秒半 凌乱的雨伞架 顿时成为了一门插伞艺术 后续的同学都像对待插花般将伞放进去 而当时女孩抓拍的照片 也成为了现在美好的回忆 女同学见状纷纷要求加印 突然一旁的机密传来了尖叫声 他想询问班长这张照片的出处 原来那是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 由于版本跑步时的速度过于牛逼 以至于抓拍十分困难 于是他机智地跑到了折返点的位置 这才顺利拍到了版本钢管舞的美照 牛逼 与此同时 小红帽的小弟来叫他参加不良的紧急会议 可陷入自闭的他此时只想一个人进进 原来不良的终极boss深爱 今年也无法顺利毕业 因此为了防止被他抓住弱点趁虚而入 每个人的内心都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说完后8823才发现没看到小红帽的身影 殊不知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一旁的小胖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是在海边和美女们拍的一张合照 然而女同学却都误以为是当地的合同 这是太妹询问有没有版本只穿泳裤的照片 遗憾的是班长本来是打算抓拍的 可对方潜入海里后就没上岸过 不过话虽如此 最终他们还是从中发现了一张极为优雅的照片 牛逼然而就在女同学争先恐后时 一张照片碰巧飘落在小红帽的脚下 那是他在追寻版本时的一张抓拍 他只想得到对方的认可 却被深赖称之为得不到的执念 既然得不到 那就将他毁掉 不久之后的三年级毕业典礼上 版本作为一年级的代表上台发言 这时手拿棒球棒的小红帽缓缓向着前方走来 一个男人在毕业典礼上打起了排球 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装逼 而是为了了却高三学长在高一比赛时 没能将球拿下来的遗憾 同学们见状纷纷表示喝谈 唯独小红帽的样子略显古怪 只见他手拿棒球棒 无视他人目光 缓缓向着演讲台走去 体育老师见状刚准备阻拦 不料却洗皮一发高温离子糖 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平头化成泡 老师陷入了短暂的自闭 而此时的小红帽已经走到了版本面前 他曾是学校里臭名昭著的不良少年 却在某天和版本相遇后改变了自我 从那之后他发誓不在吸烟时吹泡泡 他想一直追随版本的脚 赢得对方的肯定 可版本却宛如夜空中药野的荣誉 看似近在咫尺 实则遥不可及 于是在不良Boss深爱的缩始下 小红帽决定将版本毁掉 得知消息的8823带着小弟们及时赶快 却被版本的一个动作示意停了下 版本选择继续进行奉叠演讲 同学们见状还以为是节目效果 唯独小胖看出了这是临场发挥 然而小红帽却认为对方仍然看不起他 于是便愤怒朝着版本打过去 可逼王哪里是一般人 只需靠着蛇皮走位便可轻松躲 只见他时而出现在幕后 时而闪现到台前 还没等小红帽反应过来 版本又跑到了一旁弹琴钢琴 甚至还配合对方的打击时机 这波操作也不禁赢得了台下同学和台上老师们 接着版本爬上了楼梯 来到了舞台上方 小红帽紧追不适 但他的攻击依旧无法触碰到版本嘶含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失去平衡的小红帽即将坠落 幸亏版本及时拉住了对方 可小红帽非但没有感谢 反而还朝着版本的手臂打嘴 这声音在身来听来或许是一种享受 可在他人看来却是腾在心里 版本的眼睛被球棒敲落 手背也被砸得血肉模糊 体力不知的他终究是没有抓过 然而就在小红帽坠落的瞬间 刚才的手臂再次将他牢牢握走 即便裤子都掉了 版本也在继续进行着演讲 如果连自己都无法相信了 还是要相信一个人 版本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荒 而小红帽的暴力行为 也被视为演讲的节目效果 并没有获得任何惩罚 为了让小红帽的闹剧 不在其他人身上上动 8823决定和申赖殊死一步 大不了两个人同时毕业 刚从保健室出来的版本 听到了几人的谈话 并表示有一妙计 接下来的毕业典礼上 高三毕业生在众人的拥促下退场 可唯独申赖选择继续留级 就在校长刚要宣布结束致辞时 8823带着一帮小弟们来到了会场中央 傅锅主席 傅锅主席 庆轮收和 被抗佑 部门 2 在外面的世界上 就像荒波一樣 你自己的灯台看著泳ぐ 是筋子的嗎 先輩 真是真是真是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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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就这样毕业一世平安落下为目 在这之后深爱再也没有在校园中出现 然而当樱花盛开的季节到来时 毕则传闻竟迅速传遍学校的每个角落 原来版本收到了美国NAT的邀请 他准备远渡重阳参加火星运营计划 得知消息的众人准备送他一程 毕竟大家从没见过版本满脸狼狈的样子 斑花小爱准备了特制草莓蛋糕 小红帽扬言要一雪打雪仗的前耻 而老师则要让他知道将还是老的辣 可逼王终究是逼王 转眼间老师和同学全军覆没 只有版本凭借着一招自在疾异功 成为了班里唯一无伤之人 学校门口换血处8823早已等候多时 而目的当然是亲自送版本一程 教学楼外望着一张张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 无声的泪或许已在版本心中流淌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而我们能做的 仅仅是祝愿彼此前程似锦 好 等下 你们 明天是春休暇的 雨外来吧 好 先生 今天是什么隔狩? 嘘 今天是90度了 带来带来 再见 隔狩 这个美国人将热狗放在门上 为的是让新来的日本人体验下美式幽默 然而版本刚一进门 就以极其优雅的方式接住了热狗 并且还在上面挤上了番茄酱 牛逼没有得逞让三人心里很是不爽 于是他们又想到了个坏点子 趁着版本上厕所的功夫 他们决定让版本清醒一下 可下一秒 牛逼随后版本回到教室 却发现客桌已被三个美国人扔到窗外 林桌的基尼和泰美分别向男主发起了拼桌邀请 但版本却表示拒绝 只见他先是缓缓拉开窗户 紧接着下一秒 牛逼三个美国人彻底破防了 他们决定使出杀手锏 第二天的无重力训练上 他们提前在机器上做了手脚 接着示意教官 应该先让新来的日本人坐下示范 版本当然没有拒绝 可当机器实际运转时 教官却发现操纵感已经失灵 旁边的小迷妹们投来了担心的目光 反观三人却一脸奸计得逞的表情 然而下一秒 机器突然飞了出去 紧接着以每秒180麦的速度 向着他们撞去 正当机人一脸猛逼时 版本却靠着自转 成功抵消了机器的回转 牛逼 当然 这些都是班长的妄想罢了 原来自从版本离开学校 已经过去了两周半 同学们不禁开始幻想 对方在美国的生活 黄毛认为版本 已经成为了美国的Younger Star 而小胖却担心 出国旅行的母亲会遇到版本 至于小红帽则认为 版本已经成功抵达火星 并且还成为了外星人眼中的B王 牛逼 所以版本军究竟在干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真的要上天了 相关人员正在进行着 最后的安全确认 伴随着倒计时的响起 版本所乘坐的火箭 已经蓄势待发 然而就在发射后的不久 系统却突然显示 燃料罐正在泄露 相关人员见状命令版本 立刻进行脱离 但版本却丝毫不慌 滴忍一路 Philip 截路に乗りました 燃料タック Smith 参中 Trip 掉